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视频的话 就是想要介绍一下这两款包包 其实的话就是之前我刚买这个包包的时候 其实我在小红书上面就是有分享过 然后就一直讲要出一期视频来介绍这个包包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拍 然后突然间就有这个idea 然后想到要来拍这个视频 就介绍这两款包包 其实我要介绍的是其中一款 但是后来我又买了另外一个 所以我就顺便一起介绍这两款包包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看下去这样 现在呢来介绍第一款包包 就是这个Coach的包包 这款包包的话其实是我买了有一段时间了吧 就是差不多是在去年 还没有MCO之前 在JPO买的 就是那个Coach的转卖店 然后 这是其实我是在小红书上面看到这款包很久 可是都一直没有去找 但是我看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款式 因为这款包的话 它有很多不同的花纹 然后就是有这边全白的啊 然后这边不一样的啊 这里就是 呃我其实在小红书一开始看到的是一个C的 这就是一个Coach的C 然后它是全白的 可是后来那时候我在JPO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还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因为那时候听说这个包包卖的 断货就到处找不到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在很犹豫要不要买 然后最后我就直接买这款 就没有买那一款 呃我最早看到的那一款 然后这款包包的话呢 其实就是呃里面会附有一个背带 就是你可以侧背 或者是你要尖背这样 就是这样拿 还有就是一个长的背带这样 然后因为我平时的话就是比较少会用背 背带这样这样子的呃不是这样平时比较少 就是意思是讲呃我会买这个包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它这样子背起来很好看 因为我很少这样子背包包 然后所以它的长背带我就没有用过 我每次都是直接这样子提出去的 然后这款包的话它里面是这样的 它是这种然后融融的材质 然后里面其实蛮大的 就是可以塞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这里就是有个细铁 然后就可以这样固定住它 就它就不会跑出来 然后它后面的话还有一个拉链 就是可以放东西的 然后这款我买的话 我觉得它的皮胃其实有点重 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拿去除胃 还是很厉害 但是就是它有点重但又不完全 会很重很重的味道 就是如果不喜欢这种味道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处理这样 然后再往下 好然后量超级大的 我现在就来展示一下 里面可以放多少样的东西 现在来看一下 现在呢就是有钱包 钱包放进去 不过我这个是小的皮夹 然后放进去它是看不到的 到这边这样 然后放消毒液 护手刷 这个选量酸其实蛮大 就是还蛮在用一次的 因为它的形状的关系 就是还蛮在用一次的 然后 把它放进去也是 刚刚好 然后再来 放一个镜子 就是女生服装都会用到的镜子 然后就是我家的门槛 包紫巾 车钥匙 然后 一些这种 装的小像水啊 口红蜜要水什么的 然后它里面这边 就是还有一个隔 可以给你一下隔开来放 所以有些东西不会混在一起 看起来好像很乱的 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手机 我的手机 其实放好很多样东西 然后里面放到就是这样 满满的一袋 它的容量整个超级大的 它虽然容量很大 但是你如果东西放多的话 其实会蛮重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看要带一点什么东西 出门这样 然后这款包包就是这样 容量超级大 然后背起来也很好看 就是这样 跟这样 然后这款包包的话 我通常 因为它是白色的 其实就是还蛮不难找的 包括 就是有弄到一点点的 颜色啦 从这里 然后弄到这里 一点点 颜色 就是软 不小心软的 然后色 但是它还是蛮漂亮的 然后呢 一款包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 我要介绍的是第二款包包 是MK的 然后是 这个 这个包的话 也是我 是我买了Cochco 之后才有的 然后 这款包的话 就是 如你所见 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装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这款包的话 我比较会是在一些日常 可能穿 T恤啊 没有要特别去哪里 可能只是去 买 买个东西啊 买个 生活用品 之类的 就是没有出去逛街拍照的话 我一般都会带这个包包 因为我觉得它的容量很大 然后也很适合妆 就是 平时 需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它也很耐涨 那虽然这里是白色 但是它也蛮耐涨的 因为它旁边这些 巧克力色蛮多 你直接放在地上 它也不会涨 然后不像刚刚那款 Coch的话 它就是 底部那些都是白的 可能放在地上那些 就没有那么好 这款的话就是可以 放在地上 就是 日常用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的一款包 然后 现在来看一下这款包包里面 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后有多少的 分成那个这样 这款包 打开起来 还是这样的 就是 这里 有一层 就是这里 有一层 这一边 也有一层 但是这一层 会相对来讲 比较 薄一点 就是你不能放太过 厚的东西 它如果太厚的话 会整个凸出来 然后 这一边的话 它的隔层比较大 因为它是一整个连接 到旁边的 然后这个是在 另外一面的这边的话 就是在这边一半 就是它不是整个的 所以它不能放太厚的东西 这里的话就可以放 厚一点的东西 比较多的东西 就是一个分隔 这样 然后 它终结 大格是这样 这是它里面 这个包的话就是 它不能够 它不能够 才出来的 它不像 刚刚那个 就是旁边可以 才换带的 但这个是不可以的 直接这样 不能够换带的 这样可以 不过这个可以 就是调节 长度 但是呢 我其实放到最里面 那一个 它还蛮长的 就是我背起来的话 还是很 只能到 这边吧 到屁股这边 就是还蛮长的 然后如果 身高不是很高的话 可能 需要再 调一下 背法 它就 不会那么长 就会看起来 很奇怪 这样 再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 是多大 包 比如说 比如说 我放了一本书 放一本书 就是正常大小的小说的书本 也是放得进去的 刚刚好 放起来是这样 然后 还是有一点空间 可以放进手机什么的 所以这款包 我真的觉得 它就是很日常 很日常 很日常 可以用的一款包 就非常非常方便 可以塞任何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这款 真的是一个 很日常 很日常 超级低方便的一款包 所以我平时 只要不是出去逛街 或者是喝茶的话 我都会用这一款包 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下次就是 我会在开箱分享一些 我平时日常会喜欢用的一些东西 或是我新买的一些东西 这样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不明白的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你可以到我的IG去PM我 然后我如果看到的话 我都可以查的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